我很喜欢川普 因为他不仅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 而且还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比如他说美国优先 果不其然 美国疫情就天下第一 无论能比 最近美国疫情开始突飞猛进 这并不是什么二次疫情 因为美国第一波疫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美国疫情新增 每年六七万 只有更高没有最高 据美疾控中心预测 美国的新冠患者早就突破三千多万了 现在的监测数据 只是真实数据的十分之一 即使这样 川普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反正只要自己的选票不受影响就行 但是他还是没能理解中国的万物相生相克 用中国古代大唐皇帝李世民的话讲 就是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如果美国民众大多都感染了新冠肺炎 作为一国总统岂能逃脱追者 最近的民调就反映出来了 川普很生气 竟然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但是形势比人强 为了大选 川普也不得不戴起来口罩 7月11日 川普戴着一众幕僚 破天荒的戴着特制狂的黑色口罩 出现在华盛顿郊外的军事医院 川普称说不戴口罩的原因 是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光辉形象 当然 这次即使戴口罩也没有影响川普的形象 在众星捧月之中 让他更像是一个爽酷的老大 口罩虽小故事很多 川普戴上口罩这个小动作 引发了大震动 佩洛西看到 川普终于是会愣怂了 纽约时报看到 满眼的滑稽和无聊 CNN看到了 口罩背后暗藏的博弈 有人说 川普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还有人说 即使戴上酷酷的口罩 也难掩饰川普满眼的憋屈和哀怨 其实 川普更像是美国的现状 拼尽全力 为了维护最后的一失倔强 纽约时报就刊登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很醒目 中国的十年 文章的观点 很代表时下的美国 第一 认为新冠疫情为中国创造了 一个为期十年的记忆期 因为中国在新冠疫情中 获得了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这是至越战以来 美国的对手们从未享受过的大优势 这个观点是为了 烘托文中的中国威胁论 当然了 文中并没有指出 美国为何疫情会失控 为何抗议成绩这么烂 第二 是中国的发展瓶颈 文中列举了中国经济泛滑 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同时指出了中国实际的发展前景 已经不如亚洲其他国家 可把印度激动坏了 甚至还预测到 在2040年以及之后 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就会衰落和消失 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新鲜 反正中国被崩溃 被怅衰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总之 你们开心就好 第三 美国再遏制中国十年 中国就废了 最后的结论就是 美国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文中的核心观点就是 只要美国再继续遏制中国十年 中国的全面崛起就废了 这似乎展显出美国高举大板 全面开展对华压制的理论底气 中国从没有把美国当成敌冷 甚至国内还有很大的一般亲美派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只要经济总量达到世界了二的位置 无论中国愿不愿意 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 这就是老二的魔咒 如果中国不进行斗争 而是在妥协中求生存的话 结果就是40年的发展成果 被美国剪羊毛 同时再无能力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只有这样 美国才放心苏联的下场 就是前车之间 但是文中作者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美国还要有能力 继续地遏制中国十年吗 或者说美国凭什么这么自信 能够继续地再遏制中国十年 只能说美国人这也太不了解中国了 1949年 毛主席就说分锁吧 分锁十年八年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 难道不能够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 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71年后 这句话仍然响彻神州大帝 终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 无数外国者都在思考 为什么唐朝那么盛 清朝就那么雄 大唐盛世强在开放包容并蓄 清朝摔在闭关锁国 越南至大 新中国71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 不怕外敌封锁 就怕内部不失进去 不怕外敌入侵 只怕内乱不休 所以在中美大国博弈中 只要中国不犯错 再过几年高低立判 现在全世界都在思考 谁是美国霸权的掘墓人 会是中国吗 还是美国自己呢 7月12日 美国驻华使馆 是在其推特官方账号上 竟然用PS的假照片来污蔑中国 污蔑中国制造是奴隶的劳工制造 声称美国企业要清理 含有中国这类产品的供应链 谈谈美国使馆 竟然用一张PS照片照摇 美国的信誉何在 底线何在 果然如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说的那样 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 人无信不利 国无信折衰 刚刚美国的一架电子战机 又抵近广东侦察 美军派出的侦察机 一架比一架先进 这架飞机比较罕见 搭载由美军最先进的机载对地监视 目标搜索和战场管理系统 堪称美军空地一体作战中的中枢神经 该机可以在防区外 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探测识别 并实时地将数据传递给后方的指挥所 也就是说 监测范围内 我国地面的信息一朗无语 美军似乎忘了 当年的那些U2高空侦察机 是如何地被解放军用竹竿捅下来的 美国军事基地 不满全球对中国呈包围之势 美国航母整天地到南海药物扬威 美国军机整天到中国抵近侦察 但一个军队强不强大 有没有战斗力 不是看有多少导弹 多少航母 多少战机 曾经的苏联还不是一夜之间土奔瓦解 击败巨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 美国在全兵独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也在不知不觉地为自己挖坑 亚洲如今很多的领土争端正是西方挖下的坑 比如印巴的分治 钓鱼岛之争 中影边界之争 如今华盛顿那班人又上串下跳 致力于给别人制造麻烦 目前他们至少挖下了两个陷阱 一是挑说东亚各国的军事冲突 就以中影分歧来说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 本应该站在中间立场说公道话 但他却光难地站到了印度一番 公开地支持印度 将中国说成是难以置信的侵略行动 除此外 以蓬佩奥为代表的这帮白宫政客 还不断地挑动日本越南等国与中国的分歧 美国这样的目的傻子都看得出来 就是在给一些东亚南亚国家撞党 告诉他们 有美国的支持可以大胆地向中国挑战 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国家放过糊涂 因为美国留下了一堆先进的军舰 越南便认为可以不把中国放在眼里 于是便有了1970年的西沙海战 几十年后的今天 当美国在玩这样的把戏时 相比别人都不是傻子 一眼便能够看穿其背后的意图 不会轻易地善诞包括这次中印的对峙 美国旗帜鲜明地支持印度 但最终中印以和平收场 想必对美国的坏心心知肚明 唯一有点例外的就是蔡英文 她似乎看到了一个千载囊焚的天赤良机 那就是美国已经在不惜血本地来遏制中国 这似乎是一种时代的大势 是一股时代的潮流 所谓顺势而为 她太想借这种大势与潮流 来完成自己的台独迷门 所以她甘心冲达美国的旗帜 这也是台海不稳定因素 相对较多的原因之所在 二是美国禁锢别国的发展 最为典型的就是华为武剧问题 比如早前比较坚定的英法 现在产生了动摇 但凡而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 武剧将带动下一波的生产力的极大示范 将带来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 放眼纯世界能够搞武剧的也就商家公司 华为较之起两家 价格比他们便宜得多 技术领先他们三年左右 你还不选择华为 如果不是被美国忽悠到坑里去了 那就是傻 对我们来说 能做的或许有三点 一是极力地维护好周边的和平 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和平发展环境 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和平发展时间 像本次的中印冲突 中国就处理得很好 但是对方做过头了 该出手的绝不守卵 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 又不激化矛盾 同时尽力地让事件降温下来 二是走好当前的路 三是走好未来的路 四是走好一样 一算一样 一扇断尽力地ram